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讲套路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项目 其实我讲项目的话一般都是比较直接 主要从三个方面给你们介绍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啥 第二个我们该怎么去做引流 然后第三个我们怎么去销售我们的产品 首先我们的项目正式开始 我讲一下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产品是啥 今天呢这个是一个游戏项目 是卖一个蓄力资源的游戏项目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这个文档里面 这里面呢是我在某宝上面花一点点小钱 然后购买到的 上面的话就是很多那个 现在啊非常多的那个 大型游戏的一个下地址 都是PC端单机版的 我只是购买了这个单机版PC端的一个 一个文档其他的话你们可以继续找一下 就好像这个RO中国二这个欧洲卡车二这个 然后避兰航线这些的话都是 呃现在比较非常热门的一个游戏都是我这里文档的话都是一个电脑版PC版的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呃去卖我们这个这个东西文卖我们这个游戏游戏的一个安装包 我这里大概的话也有几百个游戏吧 然后我们为什么可以卖这个产品我们讲一下呃我们这个产品的痛点 因为的话现在的话呃 由于版权的问题啊很多游戏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给我们去免费去下载就是这些当机游戏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我这已经找到了给你们看一下 迅游的上面迅游上面 基本上其实很多游戏他都有 但是的话你下载下来的话 他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呃你你电脑可能运行不到或者是你需要什么补丁 或者是呃这个游戏你根本就安装不起来 这其实不是电脑配置的问题就是很多就是呃他游戏的一个安装包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一个比较做的大的网站的话这个是小的 我看一下下一页 哦这个17173这个也是比较做的比较大的 然后这个 这个三天墨这个也是可以然后的话 我记得还有一些的 爱翠太平洋太平洋这个还也是做的比较大的这些游戏网站平台 反正还有几个还有几个这些平台也都是一样 就都是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 你 找到你 想玩的那个游戏之后你下下来他可能就安装不了 会提示你呃需要安装什么补丁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些人的话他根本就是 不想去那个找 因为 呃很多人都比较懒而且很多人他不会去找不会去下载 很多就是 收了这个名字之后他就 随便点击去去下 而且下下了游戏的话他很多都是不匹配的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个游戏 就是那个广告的 我试一下找一下那个 熬游中国 手游的话我不找我找那个 呃 PC端的 这个 多多的 你下下来的话其实这个的话是用不了的 不用想了这个是直接是一个广告 不是广告是那个 XL排名做上来的 他就是叫熬游流浪器 我收一下这个手游版的吧 手游版的今天没广告这个 确实确实比较出奇 因为很多的话 你收之后他第1个前几个都是给那个百度竞价给罢了 然后很多这些游戏你其实下下来的话 你其实是安装不了的而且的话他这里只有个 呃地牢版下载 好了我就先不找了然后 呃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就是这个 游戏 就是在这里这个文档的话 呃我到时候会在我这个视频下方去分享给你们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那个呃 百度网盘的一个下地址 然后这个 附赠地址的话这很多都是 其实这个游戏的话一个破阶版不是破阶版就是一个 呃修改器吧 就是你想要什么装备或是你想要 呃什么样的一个就终止装备的话 都是有的都是其实可以是修改的 修改器的话大家应该都懂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这个 然后我们讲一下 第2个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引流 呃做引流这个的话我就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同行同化是怎么做的吧 先参考一下同行 打开啊 抖音 这个是以雷电魔理器上面我装了一个抖音 我看一下我自己 我记得这个人的话 他是也是专门做这个的 他看一下点开 我这个人这个人是要 想漏好玩解说 然后的话他这里留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他做的视频呢就是 他专门做这个 呃游戏一个视频然后后的话做下来之后 他就会在上面留一个微信公众号 留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加上去之后 你 添加在过去之后 呃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就是专门卖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的话 呃我记得之前看的话 他这个是做一个商城一个小商城你点进的话 他里面有很多游戏然后这个 呃这个 r中国2的话 这个r中国他大概是卖到 我印象中好像是 五六十块钱吧 这款游戏的话就五六十块钱的一个赛地址给你 他这个 作品的话全都是这个r中国的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 看一下 我这收过了 你看一下这个这个 火星玩游戏 这边的话一看一看也是一样的就是 专门去卖游戏的 但是他这个人做的还可以 因为你看一下他这个点赞率的话是非常高的 你2000多点赞率的话 呃 等于说就有 大概 20万的一个人观看过 抖音的一个点赞比例就是 呃 100 比100 应该是 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个比例就是说 你有100个人 观看了 就会有大概 一个人去点赞 就按这个比例来说的话 他这个视频的话他可能就有 220万个人去看了 他其实怎么做就是 把游戏里面一些 算库或是 有意思的一些视频给 结下来 给录下来 然后的话发到那个抖音上面去 哦他是有有做这个配音的 或者是你们自己也一样是做这个配音 配音的话你们 呃可以继续录 继续录这个配音 或者说你找一些 呃 那个语音的一个网站 好像你找一下科大讯飞 哦这个科大讯飞的一个一个平台 你上面研究一下他是有那个在线语音合成的 就是说 你把文字打上去 他就会合成然后生成你想要的语音 但是的话我建议你们是继续录这个声音因为你记录的声音 你把有有记的一个把握然后第2个的话 你记录的声音是比较清楚的 引流这块的话也就是这样子就是说 你我因为我这边的话是有很多的游戏你不需要单独做一个游戏 你可以 做很多游戏或其他的一些好像 八方女人 其他的蝙蝠侠这些什么游戏你都是可以去做 因为他们做这个的话他只是 专门做一个游戏 你们也可以学一下他们专门做一个游戏 就是说把 你们玩这个游戏的一些好玩有趣的点 然后 接下来 配音乐 然后的话 再录个音 你不录音也行好像这个视频他其实没录音就是配了一个音乐 然后的话把这个视频发上来 如果有人对这个视频有意思的话他自然就会找你 这个游戏的话 是什么游戏啊 在哪里下载 然后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上面有一个人他刚那个人做的话就在上面留个微信公众号 我觉得你没必要留微信公众号了 你直接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这里留一个 微信号 然后人家如果对你的游戏有兴趣的话 他就会 顺着这里然后加到你的微信上面 我看其实做这个熬中国的人也是挺多的 这个火星这个啊 马哥模拟 这个不是 反正就是都差不多吧 意思的话就是这样子 他这个号的话也就是专门做这个 哦也是做专门做这个熬中国了 金铁铁铁楼收模拟游戏猫哥哦 他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引流就是说 你到金铁铁铁下面收这个 呃模拟猫哥引 呃模拟游戏猫哥的话他也一样是 专门是收了他的 然后的话他肯定也是让你去 呃加微信或是在什么地方去购买这个游戏 我们可以收一下呃 游戏 在抖音上面做游戏的一些 一些人 啊这个 这个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专门做这个 熬中国你看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这个熬中国这个 呃游戏话是比较火的 其实其他游戏的话他这个套路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 你把里面 你喜欢玩的或者是哪款游戏你觉得他是 能火的 或者是 你 把这些游戏的一个那个 呃 收传视频他每个游戏其实是有一定收传视频的 你随便收收一个游戏的话他 他百度上网上的话都有这个 呃收传视频你直接把这个收传视频的话放上去也可以 就放上去抖音啊或是这一类自卑体平台 去做引流也是可以的 就如果有人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哎 这个游戏挺炫酷的或是这个游戏挺有趣的他自然就会加过来找你 然后的话我们引流这一步 就是 这样子 其实不是说我现在展示给你们看就是一个抖音 你们去 把这些资源把这视频 做上来之后你可以全网都去发无论抖音啊快手啊或者 其他丝瓜视频啊或者金头条这些 都是可以去发的 然后引流这一块就是这样子去做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同行 然后的话 呃第3个 我们该怎么去销售 呃刚这一个的话 我们我们该怎么销售我们销售的话肯定不能按他们的套路去销售 然后的话我们应该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觉得该怎么去销售 首先呢我这个文档是完全免费给你们的 你们完全就不需要一分钱 所以说我们 呃成本是没没成本的我们就说 然后第2个的话 呃我们不应该直接 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加过来之后 你有可能会跟他说 呃兄弟我这个游戏的话卖 呃 10块钱或是只块钱一个 因为参加抖音这个价格嘛 参加抖音这个价格的话13块钱你可以卖10块钱一个 呃然后的话有些人会觉得哎 怎么还要钱啊或怎么样子 其实10块钱的话也是相对便宜很多人也是愿意去购买 但是的话我教你们一个 呃更好的一个消息方法就是 你可以 他如果是要这个 儿中国的话 你可以先把儿中国这个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给发给他们 发给他们之后呢 你就呃跟他们说这个游戏的话我是找的 这是游戏啊 我是找的比较辛苦的 呃你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以后这些 呃你把这个文档吗直接发给他 发给他之后你说 呃兄弟我这些游戏啊 找的都是比较辛苦 你能不能呃发个红包来安慰一下我 就是一个套路吧 就是说一个一个红包的套路 安慰一下他安慰一下怎么自己其实呢 这个 很多人一般呢 他发的这个红包的金额 很多都是 比你直接卖这个产品 这个游戏 他金额要高而且的话 你还会获得一个 你自己忠实的一个粉丝 就是他觉得哎这个人可以啊直接把游戏 这个这么多游戏都发给我了 而且的话还不收钱 如果觉得好的话才让 我给个发个红包这个人可以啊就是说 呃 为以后啊为以后你自己做其他项目的话 做垫一个基础吧有加一个这样的人吗 就说不是专门为这个游戏项目 去 呃 获获获利以来拿获得这个这个金额 但是话其实也是一个 如果你专门用这个游戏这个包 来卖钱来挣点小钱的话完全也是可以的完全是没问题 其实呢虚拟资源的话本来就是免费的 他的价值呢就在于他的作用 当一个人看的东西广阔了 就会比一般人 拥有高的一个价值观 这样子的话你能得到的那个价值远比你卖出去这个游戏的一个几块钱要高 其实呢做项目的话 你做一个项目只要肯去做 只要肯去干 其实很多项目的话都是有那个一定的成效的只是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去坚持一个项目 最后来我跟你们总结一下我这个游戏项目的一个玩法就是说 首先我们拥有这个资源 然后的话我们去做 抖音这块的引流把 那个好看的视频就是这些游戏的一个视频录下来 然后的话我们去卖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游戏的这个 呃这个 下地址发给他们然后跟他们说哎发个红包来看我一下吧 我们整个一个操作就是这样子 其实呢做互联网这种呃蓄理项目的话 呃 卖游戏也是其中一个其实卖很多东西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顺便我也介绍一下 呃抖音上面卖的其他一些一些产品吧 顺便用这个呃 玩 许之源的 也反正也是把视频间都是 套路也是一样 主要的话就是 呃看谁能坚持下去而且谁做的优化比较好 其实优化这个 呃这个项目优化最主要 地方就是怎么去做引流 你流量大了其实的话 呃来的来的人就多销售的量肯定也是一样多的 你去搜一下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抖音上面有很多卖音乐的吧卖车载油盘的这个也顺便给你们讲一下吧 你看你搜一下随便搜一个音乐然后的话 他这个号的话也是专门做一个音乐的 来看一下这个 他这里专门留一个微信号 然后的话你加过去想问这首音乐在哪里的话 也是 也是说要钱就卖那个呃车载油盘的我给你看一下很多 日本人 这个 我这个不是这是专门做那个呃卖甘情的 我们搜音乐的话看一下 其实我之前是 很容易找到很容易看到那些 呃卖车载油盘的但是现在 可能难找一点啊这个应该推荐的话你看这个应该推荐的话绝对是卖这个 呃车载油盘的 你看到吗 车载油盘加歌单 现在这个卖车载油盘的话都是比较活但是 呃这个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能出动法律这个 呃这个 这块地方就是说你车载油盘上面很多歌啊 他都是有版权的 有版权的话你不能做成这个油盘去销售 你这样的话就可能 呃有设置违规这个版权法的问题了 你看这些号 这号都是做这个什么无损音乐啊赐赛音乐的 其实呃 里面的一些 歌的话 他这个号到很多 修的是那个英文歌 但是的话其实很多都涉及版权问题而且的话 呃反正 千万就不要碰法律这个这条线吧 只是跟你们讲一下这个这个套路 跟你们讲一下这个问题 他这个车油盘的话 他这些播放量也是非常高的看一下这些 这是点价率 非常的高 而且的话他这个价格这个 呃成本也是非常低利润那个非常的高 你一个车载油盘的话 呃我有些同行他是有些朋友他是在做 然后的话一个车载油盘他能卖到 呃七八十块钱一个 一个油盘 卖七八七八十块钱一个然后的话 他那个油盘那个成本费的话是 呃十多块钱吧应该是可以看一下去 呃阿里巴巴 搜的时候也看到这些呃有广告的其实不用点进去你就是说这个没广告这些地方写到官网这些地方 找一下油盘 油盘定制这些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这些三块钱都有 十一块钱八块钱 两块钱 都有 我看一下销量吧销量最高的 因为我一般的话都是 呃看销量的 像最高的是四块两块三块 这些车载油盘 他们就是买这些来用车载油盘然后是 呃里面基本上都是2.0但是他有些写是3.0 然后的话一个 呃车载油盘他卖了八十块钱 一个车载油盘的一个成本的话 你首先讲这个蓄里资源了这个歌啊是免费的 所以说 他的成本也就是三五块 便宜的话 再加上他的一个快递费快递费如果按正常快递费的话可能10块钱或几块钱 因为很多快递他 呃那个销量比较大的话他跟当地的一个快递公司签约的话 你这样一个小件的话可能就两三块钱 两块钱一个快递他成本就是不超十块钱 所以说他一个 呃这个做歌的 他这个做车载音乐的话 他是这个利润非常非常大 而且的话 歌曲的话对于抖音来说 他是也是非常热门因为你看一下这个 播放量确实非常非常高而且坐率也非常多 其实呢做这个 虚拟资源的产品的话 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就说 我们手桌上 找到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去想一下怎么去做引流 然后就怎么去交流 还有我这边的话我到时候会给你们分享一下 你们如果到时候要切那个视频的话我这里分享一个这个远见给你这个 这远见到时候我在我这个视频的下方的话也会分享给你们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近收集这个训狗的一个视频 呃这个 这个公众号这个不用管他这些 这个训狗的视频的话 呃 你 你们也可以拿去卖 就说如果 他这个 呃 没版权问题的话你可以拿去卖就是说没真人出镜或是 呃这个视频 没什么版权的你都拿 都可以拿去卖 其实就是说在 呃 抖音上面做 把你这些训狗的视频 给 接下来或者是发上去 然后的话人家看的觉得可以的话 其实很多人会找你去买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你一个视频能买只一块钱几百块钱都是可以的 网上这些很多很多这些续制元 续制元的话你直接 在那个 塔网上面找 好 呃怎么说其实 能在塔网上面去买到而且的话能 去二次销售的虚拟产品的话他都是有价值的他都是我们直接去购买的 因为跟你们说我以后 以后我们 呃对于版权这块问题或是对于破解这块问题的话 可能是越来越严峻的所以说 现在你把这些资源 你把这些虚拟资源给买下来之后 你以后的话保存到你自己的网盘之后 你以后的话都是有 非常一个得意的 就说你可能以后这些东西在淘宝上是卖不了的 好了今天的话 讲了很多然后的话 也给你们总结了这个 呃整块的一个续制元的一个玩法 然后后面的话我会讲更多这个其他的一些套路给你们讲一下 好了今天的 课程的话就 呃先到这里吧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